来自全球十多个城市 180个华人团体将近200人 在今年11月12日 孙中山150进一名诞之前 将逐一寻访夏威夷 旧金山 伦敦等孙中山生前踏过的足迹 举办系列的纪念 一行人在6月5日 浩浩荡荡拉着全世界中华民族 给国父纪念的20公尺长的横幅 抵达首站南京中山林之际 引起轰动 然而正值六四天安门屠杀纪念日 大批便衣公安高度监控警戒 记忆过程还一度管制其他游客进入 担任主计的台湾前国防部长伍士文上将 献花并宣读国父遗嘱 伍士文表示 这次没有任何外在的资源 都是自费参加 不少当地青年参与 令他很感动 伍士文说 正好这个时候啊 大陆也是有民国热 所以他们对中华民国的 很多很多事实 往事跟历史啊 都非常非常的关注 由于孙中山是1929年6月1日下葬南京 今年6月1日是星期三 吴士文说 也只有利用礼拜六礼拜天 比较合适一点 最特别才选到这个6月5号这一天 但是没想到这是一个相当敏感的日子 策划与执行活动的台湾建筑师宋旭康提到 既以为求慎重 特别从台湾定制与中列祠祭祀相同规格的花圈骨架 还请了曾在总统府担任 司仪20年的柏佑林负责祭祀司仪 令北京敏感的还包括 国民党主席红秀柱的电文有中华民国国号 司仪当场宣读 而横幅与花圈上的文字都是繁体字 这些都没有妥协 宋旭康说 不过宋旭康透露 他单纯邀请大陆朋友刘文中参加 竟害他受牵累惹的一身麻烦 刘文中在给宋旭康的信中提到 国保人员数字上门传话说 上级领导希望他不要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 国保强调台湾方面有预谋 孙中山纪念日是3月12日 为什么专挑6月4日这一敏感的日子来大陆纪念孙中山 加上又邀请大陆你们这些敏感人士 本台13日致电崔信国保 查证为何刘文中不能参加6月5日祭孙中山的活动 崔先生说 为什么他要去参加还要有什么邀请书给国保单位 本台追问为什么刘文中参加活动还要交邀请书 对方就把电话挂了 本台二度致电 崔信国保已听不清为借口挂断电话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